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三个part的2016年的董事的公司法令 So,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有做过两个part了啦 然后今天是最后一个部分,所以谢谢你们花费你们星期日的下午的时间来陪我们参与这个课程 我是YY,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好久不见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Jessica,Hello,Jessica So,今天我们会讲总共六个五个五样东西 So,第一个就是这个贷款给董事或是与董事有关系的人士 然后第二个就是费用福利和补偿 然后第三个是服务合同 第四个是执行合同和资金合约 还有最后一个是如果你有违反这个公司法令 还有那会有怎样的罚款 还有你要坐牢做多少年 So,今天我们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所以会就是这里等下讲的东西全部就是一个summary 也算是一个summary of我们之前所讲的全部东西 现在我们就来到有关于董事大股东或者是关系人士的交易 So,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 因为像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 我们有稍微稍微的提到 带到这个section 228到底有讲什么 因为上次我们有讲到section 223在讲什么 So,这一集我们有我们这一集会讲section 228在讲什么 So,他说的就是有关董事人士跟他们有关联的那些交易 So,大股东或者是有关系人士的交易基本上是不允许的 So,如果是你们有你们想要更加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看section 228讲什么 然后它其实蛮长 所以你们可以去读一下 So,你不可以进入或者是生肖与这些董事或大股东有关系的那个安排 或者是交易 除非你进入交易的时候 你的条件就是必须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获得股东的批准 So,这个跟section 223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 就是你必须要获得他们的那些股东的批准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违反这个公司法令也不算是违约啊 就违反如果你违反这个公司法令的这还有有什么罚款 那你违反有什么有什么Effect 你违反了这个公司法令会有怎样的Effect So,公司法令这个董事最高的这个罚款 最高的这个罚款是300万令吉 然后最高你必须要坐牢的时间是5年 OK 你一旦定罪你就可以罚款到maximum 300万令吉 OK 然后最高坐牢5年 So,这意味着你必须要上法庭 这个不是说你一违反这个公司法令 你就立刻罚款300万 没有这样的事情 But,你这个你还必须要上法庭 去等这个法院做出一个决定 等那个judge做出一个决定 然后他们只有他们那个judge 才可以决定你的这个罚款是多少钱 还有或者你坐牢多久 是的 I不知道 那是什么内容 这就是那个案子 那是什么 我把罚款的 我把罚款的 所以我付出了那是 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你还不想乱 请给我 我把罚款的 我把罚款的 是什么 我